這個事情在那個兩邊 就深淺不同的水波所觀察到的波紋 然後他問你說哪些是有可能正確的 那提供跟妳講音學兩項 那我們就這樣子 怎麼判斷他是潛水區深水區 首先我們先第一個 我們大家先知道 深水區跟潛水區 哪一邊的速度會比較快 我們如果今天用那個公式來想的話 這公式比較科幻一點 大家可能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水波的那個速度 大概是公式是這樣 根號gh 所以他跟這個深度有關係 所以你深度如果越大的話 那個波數怎麼樣 就會越快 所以現在我們這樣的概念 就是深水區的波數會比較快 那我們如果今天用這個 考慮這個水在兩個不同介質中 當然這個潛跟深如果波數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走過去的時候就會怎麼樣 就會轉偏折 就會折射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那個折射的角度 那配合我們之前前面講的那個折射定律 速度快的地方角度就要大對不對 速度快的角度大 所以我們大概就畫畫看喔 但是你注意 這個現在給我們是波前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他的那個角度的話 是要用什麼來講 一定要用入射線跟這個折射線來講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畫入射線折射線 不用講 所有的跟光有關的什麼入射反射折射 一律那個角度都要跟誰比 法線 可以嗎 那麼就這樣喔 直接在找某一個點隨便都可以 你找一個法線 不如我找這一條好了 找這個法線這樣 有沒有問題 那現在這個水部要從潛水區進到深水區 或者是深水進到潛水其實都可以 那個沒有關係 那其實那個波紋 你隨便畫哪一條都對 那你就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找這一條跟這一條來看 那同學你看喔 如果今天 假設我們從上面傳到下面好了 好 水波由潛水區傳到深水區 那你今天怎麼畫這個入射線跟這個折射線 不要忘記 入射線折射線要跟我們的這個波前怎麼樣 垂直嗎 對不對 那水波 以這樣的波前來講 你要怎麼畫入射線 當然你要畫的時候 那個入射線其實無限多條 對不對 我剛剛講 我要找這個點來看的話 所以要找一條通過這個點的 那請問你 跟他要跟他或他要垂直 並且經過這個點 那條線你要怎麼畫 就把用你的尺稍微量一下對不對 這個如果是波紋的話 所以跟他怎麼樣 夾角90度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個叫入射線 好 那同理 一樣要以這個點為主 請問 現在如果進到這個深水區 那個折射線你要怎麼畫 一樣嗎 折射線也要跟我們這個波前怎麼樣 也要垂直啊對不對 他知道很多種畫法 那你想要跟這些線要垂直 然後又要經過這個點的 那你要怎麼畫 那就看 以這條為主對不對 找一個跟他怎麼樣 90度的方向畫過來 這樣子可以嗎 這邊也要90度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 通過這個點畫一條 跟這個波前垂直的 那你看 如果這個叫入射線 這個叫折射線 那什麼叫入射角跟折射角 就很快點的比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入射角 這個就是折射角 一定要跟法線比 那請問你 很明顯的入射角比較小 折射角比較大 速度快的角度大 所以這個正不正確 正確對不對 深水區速度比較快 角度比較大 好的這個打勾 這個對 好那現在最多一指類配喔 同學如果有聽懂剛才的A的話 接下來比較快一點 譬如說我們今天一樣找這個點 先切一條 什麼線 法線 理論上一個界面的法線 是無限多條 那我就隨便畫一條 那要通過這個點囉 那請問你來 一樣從上面到下面好了 反正你這樣畫跟這樣回去 它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哪邊角度該大就會大 該小就會小 所以其實沒有影響 那你就一律從上面到下面 這樣子OK嗎 來開始喔 跟他要怎麼樣 90度 這樣可以嗎 畫90度 這邊90度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入射角 好再來 要跟這些波田又要垂直的 又要通過這個點的 可以喔 那你看嘛 看個斜力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個比較陡嘛 這個比較平緩嘛 所以這個入射角 這個怎麼樣 這個大 這個小 所以畫完之後發現 這邊要深水區 所以怎麼樣 反了 對 好再看C 一樣找一條 那如果你會的話就找 好不然就找這一條 畫下來 可以嗎 所以這個叫做入射線 跟他垂直這個叫做折射線 好 一樣就是要記得要90度 這樣可以嗎 只是把這個搬過來這裡而已 反正我要經過這個點 好 所以入射角 折射角 對不起 要到髮線 到髮線這裡 好這樣子可以嗎 當然很明顯 這個角度 大 這個小 因為這個叫抖嘛 抖的話 你在90度過來 這個角度就會很大 所以潛水區怎麼樣 錯 應該深水區 好換他 一樣先做一條髮線 就隨便找個點做髮線 那一樣 跟他90度 對不對 再來 跟這個要90度 那這個線比較平緩的話 就會比較下來 這個就會小 所以這個大 這個小 這樣很明顯 可以嗎 這邊比較陡嘛 這邊比較平緩 所以後來之後 這個角度就夾夾比較小了 所以這個對不對 這個正確 深水區的角度大 這個就很奇怪了 你看 如果今天你找這個點來看 這一樣是髮線 有髮線的問題 你要跟他90度的話 你要這樣子畫 對不對 這個叫入射角 那如果你又要跟他90度的話 這個反射線你要怎麼畫 你能量從上面這樣下來 不可能再走回去嘛 所以一定是走下來 那你看 如果今天你要畫個走下來的 又要跟他90度 會造成什麼現象 居然這個反射線 這個折射線 居然跟我們的什麼 入射線在同一邊 但我問你 入射線跟折射線 有沒有可能在髮線的同一邊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個非常的 非常荒謬 不對 OK 入射線跟 我們講折射定律 其中有一條就是 入射線跟折射線 一定要在髮線的什麼 兩側兩邊 不可能同一邊 好 所以看到完畢之後 這題答案 我們只能選A珠